我們看到這題目 是解這一個方式 那麼解題之前呢 因為這分母是x加2x加6x加3x加5 所以呢我們分母不得為0 我們有x不等於-2-3-5和-6 這一個限制條件 那麼這時候我們把x加5分之1移向過來 把x加6分之1移向過去 那麼得到這是x加2分之1 減掉 這是x加5分之1 然後這等於 這是x加3分之1 然後減掉 這是x加6分之1 那為什麼這樣處理呢 因為x加2跟x加5 這是x3 x加3跟x加6 這也是x3 這時候 我們這邊通分母得到這是x加2 乘以x加5 那麼分子呢 是x加5去減掉x加2 所以這是3 那麼這等於 這是通分母得到x加3 乘以x加6 那分子呢 我們得到這是x加6 去減掉x加3 所以是3 因此呢 這相等 這分母呢 要相等 所以呢 我們得到 這是x加3 乘以x加6 這要等於 這要等於 這是x加2 去乘以x加5 那麼這乘開來 這是x平方 然後加6x再加3x 這是加9x 那麼加上3乘以6 這是18 這等於這乘開來 這是x平方 然後加5x加2x 這是加7x 那麼這乘開 這是加10 所以呢 兩邊 這x平方我們把它消掉 7x移向過來 這是9x減7x 這是2x 這等於 這移向過去 10減18 這是-8 所以呢我們算出 這x是等於-4 這個答案 那-4的答案呢 並不在這裡面 所以呢 我們這題的答案就是 x等於-4 這一個答案